考古上有很多发现源于偶然 甚至越是重大的发现 越是在偶然中产生 2003年1月19日 一个堪称重大的偶然 出现在陕西省宝基市梅县 一个叫做杨家村的偏僻小村 随着考古人员的挖掘和研究 土洞的秘密得以照告天下 小小的偏僻的杨家村 也一下子出了名 当天下午 村民王拉田等五个人 想取些土垫猪圈用 便到村被一砖厂边的土崖上挖土 土崖高近十米 下午四十许 王拉田一折头下去 一大块黄土被刨得滚下崖去 正当他奇怪 为何自己有如此神力的时候 眼前露出的一个土洞 已经让其他人惊讶不已 他们趴下来往土洞里小心地看 这一看吓了一跳 洞内依稀是一个土轿 轿内堆藏着大量青铜器 发出悠悠的光亮 这个被称为是中国考古史上的第三次青铜器大发现 供出土西州晚期器物二十七件 渐渐有名文 合计名文四千余字 这些文字清晰地勾画出了西州的历史 以至于被称为是一次夏商周时代的信息风暴 史籍上对于两周时中国存在的诸侯国有一次比较全面的记载 在国语正语中 史博对周宣王之地郑桓公有说 当成州者 难有经满身旅 应邓陈菜随堂 北有魏雁迪 先于陆落全虚谱 西有于国敬伟 霍阳魏蕊 东有其鲁曹宋 腾薛邹举 这诸多国家中 杨国一直被史学家认为在我们山西的弘洞险境内 传统的说法 弘洞陷明 因城南有弘牙古洞两个自然地貌而得明 该明始于随末 此前 此地在西州时有杨国 秦汉时设立杨县 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随时 因厌恶随家皇帝姓杨而改陷明 而秦汉时杨县之所以得明 就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有个古杨国 据考证 古城在金县城东南18公里的范村附近 说到杨国建国的原因 就要讲到另外一件青铜器 多有鼎 多有鼎是1980年陕西省安县夏泉村的村民 妈沙时发现的 其住客279字的名文 详述了周立王时期 征伐贤允 最终战将多有大败贤允的一场战争 从这件鼎和前述42年求顶 以及其他史料来看 当时的贤允对周王朝形成了长期的威胁 发生大战的杨种 一般被解读为杨国人的目的 后来这里成为了双方攻守的重敌 这也充分说明周宣王在杨建立侯国 目的就是为了防备贤允侵扰 其实早在该顶出土前 山西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出了另外一个杨国的重要物证 考古专家见解各异 其中李学勤 王光尧 李柏谦 三位学者认为 存在另外一个 即兴杨国 这位即兴杨国贵族女子嫁给了晋国晋木侯 即兴是皇帝姬轩元对妻子的次性 作为皇帝后裔建立杨国却有可能 专家推测 这个即兴杨国的消失 大概是因为贤允的侵犯 杨吉很有可能就是即兴杨国末期的一位公主 据史料 由长妇建立的杨国 持续了一百年后 在东周初期被晋国武功灭掉 灭杨国后 武功把他的小儿子博桥封在了洪洞 杨国的历史就此结束 但关于杨国的种种 目前仍笼罩着层层迷雾 在大胆的猜想中 还需考古学家们进一步求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